而日本福岛核电厂近日发生了这起的爆炸事件 昨天就引发了立委和环平团体来质疑国内核电厂的安全性 有学者就指出核二厂只要一出事 台北市两个小时内就会受辐射笼罩 而且北台湾600万人都跑不掉 立委昨天更提案要求投资超过2700亿元的台电核四厂要立刻停工 对国内的核电厂进行总体检 并且扬言如果不停工的话将要跟环保团体串联 以更大的行动要求核四停工